不要再种绿螺吊栏了 花盆种一颗它 比绿螺吊栏好得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将 这两天有朋友打电话给我 问我 在家他没时间打理 又想种点植物 那种些什么植物好呢 他有可能出差十天半个月才可以来的 这么长时间不给植物浇水 行不行啊 事实上呢 有一种植物呢 真的可以十天半个月不用浇水 不要浇水 甚至呢 一个月不浇水 它也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我们经常看到 但是呢 很多人只把它当菜吃 因为它就是韭菜了 说到官业类的植物呢 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绿螺或者吊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伙非常的容易养 基本上是把它丢在那里呢 就能存活 但是呢 我觉得绿螺不是最好的 因为绿螺本身含有一定量的毒素 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就不要让它碰 另外呢 绿螺呢 想要它长得好呢 还是需要很多的 那个细致方面的管理 比如怎样施肥啊 怎样给它浇水啊 才能把绿螺养得好 但是呢 我觉得绿螺 所以呢 我觉得绿螺不是新手 最适合种植的一种植物 距离我上次收割这盆韭菜呢 已经有接近有一个多星期了 这个韭菜又重新长回来了 当然了 除了韭菜之外呢 还长出来一些杂草 无所谓了 您知道吗 这盆韭菜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超过了15天 没有给它浇水 除了天上下雨 下了一次雨之外呢 这盆韭菜没有给过任何的水分 但是您看 这韭菜呢 是越长越漂亮了 当然了 浇水是更好的 不浇水 它也能成活 实际上呢 韭菜不仅是一种蔬菜 它也是一种不错的官业类植物 同时 由于韭菜上面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这股香味呢 拥有非常好的驱蚊作用 驱虫作用 甚至还有一点杀菌作用 把它养在您家里呢 那个对于咱们的健康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刚才我都说了 我这盆韭菜 已经15天没有给它浇水了 事实上呢 我在家里呢 是经常忘了给它浇水 有时候呢 甚至一个月都把它忘记了 但是我是从来没有看到 它缺水的状态 其他的植物呢 一两天不浇水呢 就会发烟 叶子会弯下来 是不是啊 但是呢 韭菜从来没吃过 是还有呢 地栽 我们家地栽很多韭菜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们家地栽的韭菜 也是同样如此 那么恶励的一个生存环境下呢 基本上很多植物呢 都会出现各种问题 要不就是长不好 要不呢 就是这个抗力性特别强 还有呢 就是虫子特别多 但是我在韭菜上面呢 我是压根看不到任何的细菌 虫子 还有就是那个其他的问题的 种韭菜 基本上是在花盆里面种植 是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养花种菜 很多朋友第一时间说的 就是营养土啊 花盆啊 还有肥料 是不是啊 事实上呢 我们种韭菜呢 这个东西 您可以压根不准备 因为韭菜对于土养没有要求 对于花盆没有要求 对于肥料没有要求 当然呢 你偶尔给它一点肥料呢 它就会被长得白白壮壮的 当你想吃一顿韭菜饺子的时候呢 您就提前十来天 给它吃一顿肥料 那么它就会轰轰轰的 长出非常漂亮的叶子 然后呢 您就可以顺便的把它摘下来 弄成一盆韭菜饺子 然后呢 又施肥的话 又十五天 它又会长出一盆韭菜饺子 说什么植物好养 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说 绿萝啊 吊兰啊 我以前也会说什么 薄荷啊 柠檬啊 这些其实对比韭菜来说 都是小 那个 那叫什么 那句话叫做 反正小牛对大牛 小毛对大毛这样子的感觉 普通话不会说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养花 你想种一盆植物的话 千万不要选择绿萝啊 鸟兰 薄荷 柠檬啊 因为那些跟它比 压根没的比 韭菜在花盆种时 属于一种神一样的组物 另外呢 韭菜是多年生的 千万不要以为 听 以为它是个菜 就是种一年或者半几个月的 错了 我家的韭菜种三五年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朋友把韭菜种十年的 你想想十年的韭菜是什么状态 老实跟你说 这样的一棵韭菜 我觉得它已经不是菜了 而是变成一盆鸟 所以养花种菜 如果你想种点什么 而且又自己又没时间花 没有时间去打理 没有时间去浇水 那么你就种一盆韭菜了 不仅是菜 它也是一种关业的植物 而且呢 养的酒呢 它还可以成为养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